侯友宜他对于现在他在这个金门 说要主张新三通通电通气通桥 这个新三通宣布推动经贸示范区 打造经门医疗专区 将经门打造成两岸经贸枢纽 我们看到这边再对照一下 柯文哲其实日前在接受我们中天的专访 那大使也在 他有提到其实两岸和平要放在第一 他是最重要 那么但是呢 再来其次是总统胜选下架民进党 也就是说现在我们都在喊下架民进党 下架民进党不用 下架民进党可以先放在第二位 最重要的是两岸和平 可是问题是两岸和平的做法 你真的能做得到吗 真的能够保证两岸不会打仗吗 这个柯文哲当然是说他可以啦 但是你怎么看 其实在访问中我第一个问柯文哲 就是说赖清德说台湾已经独立 那么不需要再独立 他名字叫中华民国台湾 我问他有什么看法 认不认同 第二位我问他说这个赖清德在美国说 中华人民国与中华民国互不隶属 你接不接受 那柯批他不直接回答 他接受访问都是不正面对决啦 不过他讲了一句话 他这个也把他的心声讲出来 他说他跟李登辉谈过 那就两岸关系怎么处理 李登辉跟他讲说 你就多讲一些两岸是特殊关系 不要谈国与国 那我说那你就是 你基本上就是说 那就是认为不是两个不同国家的意思 那他也没有回答 所以他现在事实上是在往中间靠 尤其在国 他一直强调就是说 他是不意识形态的 他是以生存为 能够生存 能够让台湾生存得好 为最大的考虑 那所以就是说这一点 他是跟赖清德是不一样的 因为我希望他表态 就是说对赖清德 对台湾定位的问题 因为台湾最大的问题 不是这些知知解解 就是你怎么定位 这个台湾这个地方 中华民国的属性 这个东西都要跟两岸的关系的本质 你摆定位 台湾就是一个怎么样 就是一个永远的一个安和乐意的宝岛 你乱摆 你去告你的意识形态 照你的历史经验 照你的前人教诲 都已经走了前人教诲 你在决定台湾的现在的定位 你乱摆 那就是兵凶站委 这是很现实的 所以我们就跟柯皮 这个是很严肃的 他喜欢这个嬉皮笑脸 我们是不跟他嬉皮笑脸的 你要今天要这个大卫 你在这个地方不讲清楚的话 你是拿大家的生命财产开玩笑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在金门这个地方 我希望他有更明确的表态 台湾的定位 两岸的关系的定位 讲得更清楚 要以台湾老百姓的这个生命财产 还有我们子孙的 在这个土地能够和乐生存下去的 做一个负责任的态度 那侯永远不用谈 后面九二共识就够了 九二共识大陆里讲了 两岸关系的定海神针 当然柯文哲也讲 九二共识就安了 对不对 你以为九二共识没票 我告诉你九二共识超有票的 是被民进党在那边不断的磨黑 在那边模糊化 搞得很多人寒郸学部 把怎么讲 把宝贝 把这个什么呢 把什么 把婴儿 你只要你连洗澡水一起倒掉 现在大家需要的真的是 真的给柯B压队的两岸和平 两岸和平最重要 侯永宜的主张是最能够代表两岸和平 而且侯永宜 我觉得他对比柯文的优势在哪里 柯文在怎么样 他是一人党 都他一个人了 他一个人说了就算 他党内哪一个人敢跟他讲不一样的话 对不起侯永宜可是有一个名门正派的大党 我跟你讲侯永宜 连柯文哲都对国民党极为尊重 为什么 我们问他一些问题 将来将来就是说 反律大联盟的问题 他讲得很讲得很对 他说国民党饿死的骆驼 受死的骆驼比马大 然后动能还没有展现 他都没有坚持说他要作证 他说我 他讲了半天 我说我用英文讲 我说你的意思是不是说 用英文就说 You keep an open mind 也就是说你对这个事情 抱持一个开放态度 他说对 也就是将来非律大联盟整合的时候 他没有坚持要作证 这个他讲到国民党自己要反省 他讲国民党是受死的骆驼比马大 国民党不要妄置菲薄 我跟你讲 我今天就是支持侯永宜 我认为他最有希望 我根本就不怀疑 国民党是一个合场 有辉煌历史 有伟大的这个主义 有这个光荣的愿景 带来讲的都是对台湾有利 不要被民进党给抹黑 就忘记 不要忘记自己是什么 什么一块 我们是一块什么 真金 不怕火炼的真金 我们对台湾 我们对整个台湾老百姓 我们是负责任的 对我们对台湾的贡献 是不可磨灭的 这种信心有了以后 连柯P对我们国民党都这样子 都这样子的 不敢小戏 我们还有什么 我们干嘛要忘记毁伯 好 你再补充一句 好嘞 要先下架民进党才有两岸和平 跟我想法一样 你如果不先做到下架民进党 请问两岸和平怎么来 两岸和平最大的绊脚石 就是民进党嘛 就是民进党 那这些水果这些等等也好 我很听农民 就很烦恼啦 你有这样的执政党 你就每天留法赛 不知道这个背景 明天这个背景 你每天都在骂旁边的邻居 是恶霸大野狼 邻居为什么还要跟你买东西 所以我其实看到他这样子的回答 我第一个反应是说 你现在是想要有什么 要有绿的选票嘛 就下架民进党 这个对柯文哲来讲 这个可能不见得对他的选情有利 是不是还是以选举为考量 我不禁会这样怀疑嘛 好 可是现在强哥还有斯刚都可以谈 你看 郭台铭当然现在还是一个变数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 我们看到 他跟侯友宜都是去金门 但是是不同框 不同框 然后反观另外一头 在地方上 今天当然大家都在看 前苗栗县长徐耀昌 他透过脸书发了签字声明 退出国民党 还痛批侯友宜四点 可是朱立伦就是说 严正党纪小恩小怨 这并不是重点 所以对于所谓 蓝营这一块的这个整合 仍然还是大家忧心忡忡的话 怎么做 蒋哥 我先从刚刚讲两岸和平开始说起 就是大家真的是心头要抓得很定 就是我们到底现在台湾 现在最迫切的危机是什么 第一大危机就是兵凶战危 所以无论如何 你最优先就是要民进党下来 这两件事同一件事情 那第二个就要讲就是说 事实上我认为现在 不管怎么样讲 我们如果要贯彻下降民进党 然后政党轮替 然后实现两岸和平这个目标的话 我觉得有几个基本操作面 现在我是认为是要注意的 我先讲我在选区遇到的情形 我在选区遇到 在之前我遇到的情形是这样 有民众会跑来跟我讲说 我支持侯友宜很热情 我刚刚跟我讲 我支持这个柯文哲很热情 有个跑来跟我讲 我支持郭台铭很热情 现在风向不一样 那现在支持谁 现在跑来跟我讲说 我讨厌郭台铭 我讨厌柯文哲 或是我讨厌侯友宜 正向表述转为负向表述 这就是一个我觉得大家要注意到的 非常大的警讯 正向表述是什么 正向表述是什么 正向表述说 我就是喜欢你 代表说我们正面竞争 到最后反正谁赢谁抢 我支持侯友宜 我是国民党一份子 我就帮助侯友宜变成是 大家最爱的那个人 你就赢了 可是现在不是 现在变成负向表述是什么 就代表仇恨的壁垒增加 会造成什么结果 两个结果 就变成说看起来 好像再也打成乱成一团 那有些人觉得失望 伤心难过放弃之后 不投票了 那赖清德的选票增加 这边的选票减少 那第二个就是 会增加仇恨值的壁垒之后 将来就算说侯友宜很厉害 拼到上面 对不对 他跟赖清德只差一点点 对不对 抱歉 那你总共还是需要 其他人的票进来 可是仇恨值 就会变成选票流动的障碍 所以今天我觉得 要提醒大家注意的 就这件事情就是说 事实上我自己在跑选区 我感受到仇恨值的那个墙 正在往上堆叠 所以大家这一点是要非常非常小心谨慎 那不管怎么来讲 我觉得国民党终究做一个 我们过去两岸政策的一个主力政党 你说九二共识这个基底很深 那侯友宜反正就按照国民党过去的政策 继续努力就对 好来斯康 确实没有错 我跟强哥有同样的感觉 过去一个月里面大家觉得说 大家在野三派 然后赶快大家坐下聊一聊 怎么样把大家的力量 拟据权最大 像有点变成说 看到你出来就说 我看到你出来聚一下 我可能就不投了 或是说我觉得 反正你们都没办法整合在一起 那我就谁出来选都OK 就干脆分成三个势力 如果是变成这样子的话 实际上我最担心一件事情 就是也许很多的 那百分之六十个人 希望政党轮替的人 或就觉得失望 他就不出来投票 那大家就一起受害 不管是国民党或民众党的 这些立委候选 或是不分区的选票 可能都会下滑 可能都会下滑 那民进党就可以坐收余力 坐收余力 所以说 你说选总统也是这样 那你既然选立委 也是这样的情况 因为大家投票是一致性的 我不可能我今天去 去投票所的时候 我只拿总统 或我不拿总统 只拿立委 一定要拿两张票一起拿 事实上三张票 一张不分区的立委票 三张票一定会一起拿 所以如果说 我很堵烂这些人不合作 那我不想去投票了 那就三张票 就通通没有在野党的份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严重的危机 那虽然几位当事人 当然大家这个时候 高来高去 坦白说我们在底下 也搞不清楚 大家现在方向怎么走 但是我觉得时间越来越紧迫 我们在第一线 觉得说这种 就是敌意出现 出现敌意螺旋 进行敌意螺旋 之前一个月多月前两个月前 还有那种合作希望彼此各让一步 组成这个大联合的这样联盟的时候 那个声音已经慢慢消失了 消失了 所以我就觉得我很认真的讲 就是要真的安下心来 定下心来好好谈一谈的时候 否则的话 这三位会让民众都很失望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剧 吃了两三天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剧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剧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剧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剧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剧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 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